大門緊閉 公司打造的遊覽車 一輛輛停放停車場 所望公路六死意外 甚至旅客還被連任代以甩出車外 出事的遊覽車 就是由這家民盛公司打造 宇航會調查車體有結構性問題 將不緊急下令 公司產製的716輛遊覽車 全部照規檢測完成前 將暫停營運 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錯 運安會一一檢視 他就按照檢測車的規格去打造 所以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到底有沒有一致性 就是說你是用檢測車的標準 來打造這個遊覽車 這是要談的 運安會建議全台遊覽車 分三階段照回 不排除規模上看一萬五千輛 安檢規格也可能全面重置 將不下令就責無上線 也將調查有無行政書師 兩個月我們就把交通部 在行政調查裡面的狀況 可以有一個報告出來 至於運安會的事故 其中安全報告 25號中午將出爐追查 原因不讓悲劇再重演 接著綜合報導